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每次跟我妈逛街都能比跟其他人逛街要买多两倍的东西出来 感情还可以 嗯 感情 所以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 好看 好看 所以你不觉得我穿真的想头很大吗 我觉得 好看吗 因为到东京了 所以今天是痴痴逛逛的一天 这样努力剪出一个三分以内的真正的mini vlog 今天真辣 所以拉妹在车上看着自己精致的妆容忍不住自拍了几秒钟 吃完肚子变太大 他们俩都要装了 所以又落后回了衬上 但是今天很开心呀 因为买到了喜欢的包包 买到了喜欢的衣服 买到了喜欢的鞋子 看到了倍感签线的中文的新年快乐 偶遇到了一只超级可爱的餐店楼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每次跟我妈逛街都能比 跟其他人逛街要买多两倍的东西出来 感情还可以吗 嗯 感情 所以你觉得这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 好看 好看 这个你不觉得我穿真的想头很大吗 这个你觉得 好看吗 是不是全世界的妈妈都觉得自己 给你穿啥都好看 没吃吃 因为我吃的员工餐都是饭 也有蔬菜 比较少壳 那 我老公他真正一个 他说很好吃的烧辣便当 那我就想说不能只有吃饭跟肉 那我就回来赶快先补菜 我也爱炸物 我也爱甜点 爱吃炸物甜甜要记得补菜 给他要觉得爱饭 真的 然后小孩今天露营 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吃员工餐 那我吃了很多白饭 然后我回来也很累 没办法煮 所以呢 我的老公就叫便当 那除了叫便当呢 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 要吃青菜 然后呢 你知道 我就是很懒 我不想切 不想拌 我就只把青菜放一个盘子 就这样 那这样怎么吃呢 把酱倒进去 这样吃 可以沾它 直接要来出菜直播 其实因为那个刚刚在那边 我觉得吃的蛮好的 我们的员工餐 就是蔬菜炖饭 然后因为吃了很多 你知道我连切都不用切 因为这是水跟蔬菜有机 好新鲜 不是 我真的觉得大家体谅一下妈妈 妈妈都很辛苦 啊对 因为很新鲜 我就直接吃了 不用炒 洗油洗过 我老公也忙一天 我也忙一天 搭得很累 然后你就叫便当 那我就先吃菜 因为我吃的员工餐都是饭 也有粗餐 不要小喝 那我老公他今天订一个他会很好吃的烧辣便当 那我就想说 我不能只吃饭跟肉 那我就回来赶快先补菜 我也爱炸物 我也爱甜点 爱吃炸物甜点 就要记得补菜给高姐按赞 真的 好 我今天的吃播算是有史以来 就健康一次 其实就是想告诉 学跟蔬菜 想告诉很多 家庭 如果你是子女 你有时候体谅一下妈妈 真的妈妈很累 大家能够都放轻松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躺 谢谢大家 好了 我要去收菜了 今天的吃播到里面告一个段落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 那我老公 我老李就是那种 黏小孩的 这样 你知道两个老人家就 很像那种粉丝对巨星那种感觉 你知道 就是不肯一刻 眼里没有他 好最伤心的就来咯 他居然就跟他朋友这样走在一起 然后出来看着我们就说 妈妈我可以回宿舍跟同学睡吗 心碎一堆 心碎一地 真的是一地 所以你们要小心 以后你的心留言准备 睡一地 前年的耶诞节 我们去陪豆豆 才把他领出来 第一天这样很开心的拥抱 第二天他就说 妈我想我同学 我可以跟我同学去玩吗 然后我们就说 哦 那我们就得在意他 因为LA那么大 他说要到那个stable center 想说好吧你圣诞节 我老公 我老李就是那种 黏小孩的这样 我老公又一直要看 我就说把我们刚刚 找个地方坐下来 因为很冷 12夜的美国 LA还是很冷 他就一直要看 然后所以我们就这样绕着 那这样找 找他们到底在哪 因为很大 就是有一棵圣诞树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溜冰的 然后我们就买两杯咖啡 我老公说算了 我们还是出去 我想看痘痘溜冰 你知道两个老人家就 很像那种粉丝对巨星那种感觉 你知道就是不肯一刻 眼里没有他 所以我们买完咖啡又出去 然后就等 等 就在那边等 就这样塑在角落 这样发抖 诶诶诶 逗逗来了 然后又赶快拿个手机在那边拍拍 然后来咯 好最伤心的就来咯 就这样陪了他一个晚上溜冰 终于他这个小时溜完了 然后我们就想说要把他领回去睡觉了 他居然就跟他朋友这样走在一起 然后出来看着我们就说 妈妈我可以回宿舍跟同学睡吗 你知道我们又不想在 LA在那么多美国人的面前开骂 我心里已经狂骂了你知道吗 我就这样看他 我说不太适合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从台湾 冒着疫情的风险飞过来陪你了 他居然跟我说 好啊 不能跟他们回去睡 我心里想说要不然你就早讲 我们就不用来看你了 这样 然后跟我们在一起又混不守舍 这样这样这样 心碎一堆 心碎一地 真的是一地 然后跟我们回去他又一副脸很臭 然后呢 跟我们在一起我也知道他心不在眼 隔了半年我才跟他说这件事说 逗你怎么 对爸妈这么残忍 这也是我觉得他 从小到大第一次这么失礼 跟我讲重话 所以你们要小心 以后你的心永远准备碎一地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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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LD